大武力三十七年 高宗皇帝崩 敌子齐王继位后 残暴不老 大肆诛杀宗亲朝臣 战户不断 民不聊生 沧寒月 这是在你府中搜出来的罪状 王妃南寺勾结兰月官 意图谋反 你说说 正该怎么惩治王妃呢 这是修书 你我二人 就此夫妻情侄 对 没有为什么 因为不爱了 因为本王想要娶别的女人 我平时听不懂人话吗 我要你滚 现在就滚 滚出五国 永远不许再回来 不过一亿年来的 幻青风的灵犀 那些入梦的记忆 长远一次留作悲击 你出去我的云衣 却流过透明 直到面对寂寂 为何你逃避 为何你逃避不愿 我罚罪或凋零 谁延寂与伤 是否一场鬼鬼 与风铭 为何你逃避不愿 我罪为我的心 当我罪为天心 我的风铭 是否一场鬼鬼 并逐回蓝月 同敌叛国谋朝篡位 种种罪行 皆我一人所为 我罪为你逃避不愿 我的心 当我罪为天心 我的风铭 我罪为天心口罩 公主再忍耐一下 马上就报了 哈哈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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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嬷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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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嬷嬷嬷嬷嬷你要幹什麼 公主奴婢收到蘭月傳信 這個孩子實在留不得呀 五朝大軍壓進快要打進蘭月了 只要把公主陷出去 就能保我蘭月國免除戰士 父皇的驚人 公主 奴婢有罪 还请公主放心 小竹子不管到哪里 奴婢都会获他周全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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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公主 把儿子还给我 你把儿子还给我 放开 我的孩子 你把孩子活虐我 男士 跟朕回去吧 朕会给你无上荣耀 这一切 都是你策划的 朕是这天下的王 里应拥有天下 最好的一切 苍寒玉这个懦夫 怎么能配得上你 乖乖乖跟朕回去 乖乖跟朕回去 我 他死 若有久来久远吧 我花开后 白花上 男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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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士我得不到 你苍寒玉 也永远别想得到 我 我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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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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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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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与空 如今他落日与回节风送 他在故事里曾和谁相拥 永远谈笑风声 若苦算意的支撑 尘埃中一年言不由衷 他不独身愿解几余生 生不送却又是生死与空 这一世想要重新来过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未必能完全如你所愿 只要能跟他重新来过 我什么都可以接受 成交 这辈子是什么没有 若朕有乱世 我定生过大权 我一世周将 朕要你做真的 皇上一定要比我 死而知道朕想要什么 皇上恕罪 臣不能从 你就不能从了朕这一次 不能 那如朕真的治你的罪呢 绝要沉死 沉 不得不死 你走吧 沉 高腿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好大的胆子 请安绑架本官 本官可是当朝国舅 太后娘年的兄长 国舅大人此言诧异 不是绑架 是鸡拿 南四 你就是一个南宠 靠爬上龙塔作为作福罢了 你和沧寒玉 那天哈萨市 你以为太后不知道吗 一个庶处皇子 先皇一职遗诏登基 那遗诏是真是假 还不知道呢 我现在命令你 即刻放了老夫 放你可以 交出太后结党英私的名单 什么名单 我不知道 我要见太后 陛下明鉴 又向南四 嚣张跋扈 横行朝野 近日 又无故打伤圈子 他早已不将我朝律法 放在眼中 若不办他 空 百官不服 百姓难安 本相对陛下的忠心 日月可见 倒是端亲王 该回去好好看看 你那好儿子 都做了些什么 不要随意污蔑我等良辰 良辰 凭你也配 皇上 端亲王之子苍明骑 当众羞辱本官 这么呀 这身段 难怪吧 皇上 迷得神魂颠倒的 真把自己当回事 念在端亲王平日 还算兢兢业业的份上 我可以不计较 但是 至少赔偿本官 一千两银子 你还要赔偿 一千两不算多 端王府出得起 陛下 辱骂朝廷命官 你确定要朕追究吗 臣 遵旨 参见皇上 过来 皇上 你这是做什么 自然是宠兴爱情 白天朝堂上端王诬告你一事 朕可是随了你的心意 让他赔了你一千两 那个老顽固 今天那么好说话 不知道 是不是皇上私底下给了他什么好处啊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死 皇上 你不必再演戏了 四儿 你真是越大越不好玩了 真记得小时候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皇上召我来 是要说正事的 那你还是要脑也 相亲 想亲都招了吗 还没 不过今天晚上 不过今天晚上 应该差不多了 身亲的招了吗 奉陛下口谕 秦国就多年来 霍乱朝纲 从今日起 剥除关节 随力流放 永世不得回朝 不过陛下心善 对外只说 你去为先帝守灵 国舅府一切照旧 我跟你拼了 是你 本来想留你一条生 可你这手不老实 没想到 我秦家这大门不出 二门不买的四女儿 你竟是当朝 最大的奸臣又强 三四 国 秦四 你一定会 五位红顶 不得闪住 秦国就 你确定 我是你亲身 站住 过来给本小姐倒杯茶 南家姑娘 还有什么吩咐 这吩咐嘛 倒是没有 就是想奉劝某人一句 玉哥哥是我的 那一直空置的后卫 也只有我才能做 而某些人呀 再大的冠冕 再得宠 横竖只是个奴才 连生孩子的肚子都没有 就不要再整天缠着玉哥哥 这差什么味 是不是馊了 不会吧 我看看 这闻着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南家姑娘近来火气太大 失去味觉了 放肆 不过就是一条狗 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是玉哥哥养的一条狗 不过是替我挡刀子的存在吧 他爱的人是我 一直想保护的人也是我 陛下 这是我夺回的虎符 南家姑娘 已经平安脱行 下去好好疗伤吧 为了掩人耳目 南家先住在泥府上 你好生待的 皇上 我还有话要说 我喜欢 朕不会让你死 但你我之间尊卑有别 你一尘登不上酒校 以后不要再说这种傻子了 南家姑娘 这几年 你住在本相府里 吃我 喝我 怎么还是学不会 介入一下应有的态度 南四年 忘了告诉你 本相已经请辞了 以后再也不用看在皇上的脸 对你客气 至于后卫 我这个以色世人的男专 一击 也未必就是你的脑中之 既然皇上已经封你为郡主了 以后 也就不必住在本相府了 郝总 死官 难死这是想干嘛 楚兄 这是不是哪又做错了 主子 您真的打算从今儿起 不上朝了 不上了 现在秦月一除 又有了那个名单 想必太后一党对她来说 已经不足为惧了 主子 您和陛下 她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既然 她已经封了南家为郡主 就是为了封后做准备的 以后 我也该过我自己的人生了 小四丫头快出来 人家陆公子亲自前来了 连最贵的梨王殿下 都在这儿等着呢 这秦家四姑娘 当真是好大的架子呀 连梨王殿下亲自驾到 都不出门迎接 怎么着 要梨王殿下和我亲自去请她吗 不知诸位叫我有何贵干 你 你就是秦家四姑娘 陆家公子陆明渊 对对对 来退婚的是吧 好 我同意了 不是 你我男婚女嫁 以后各不相干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大家就散了吧 我要回去睡觉了 秦姑娘 秦姑娘 秦四 你给我站住 秦夫人 既然陆明渊把亲退了 那就把她留给本王吧 啊 林王殿下 你不是跟我们禁书有婚约在身吗 放心 正妃的位置还是秦禁书的 嫡女为正 庶女为策嘛 王爷 我若是不想退亲呢 你当本王尖尖推下礼部无数要事 是过来陪你玩闹的吗 啊不敢不敢就这么定了 李王殿下 陛下让我来问你一事 连昨日去秦府都做了什么 想清楚了 你就可以离开了 我去做了什么 去帮陆明渊推亲啊 顺便商量一下我和秦静叔的婚事 不会吧 皇兄今天不高兴 难道是看上秦静叔的婚事 秦静叔了 本王悟了 王爷开什么玩笑 这桩婚事可是太后亲赐 整个帝都知道 竟说是王爷未过门的王妃 现在王爷却告诉我要退婚 此事呢 本王已经决定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当然是不敢跟婚兄抢女人了 呃 本王思来想去 觉得王妃的身份配不上秦姑娘 秦姑娘应该配以更加尊贵的身份 放心 秦府呢 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的 殿下 这玉佩您还是收回去吧 我们家小姐不收 是不是没告诉四小姐 我已经正式向秦大小姐取消婚约了 以后她可就是正妃 正妃侧妃都不行 为何 没有正当理由 本王不义 因为她已经和男相男人有婚约了 什么 男相 嗯 她不是我皇兄身边的人吗 怎么会和秦四姑娘有婚约 好啊 她想给我皇兄戴绿帽子 我得告诉我皇兄兄 哎 您的玉佩 这下皇兄肯定得夸我 让鲤王滚进来 这 这不是我送给秦四姑娘的信物吗 这怎么 秦四姑娘跟你不配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哎呦 皇兄怎么就不配了呀 我对他可是一见钟情 二见清心 三见 我们就定中生了呀 哎呦 皇兄 我是真喜欢秦四姑娘 喜欢到什么时候 娶她为妻啊 好 来人 给朕拉出去 重打五十大 哎 皇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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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之后 再问问她 还想不想去 不是 皇兄 我开玩笑的 皇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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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弟不就是看着一个小姑娘而已吗 皇兄 我可是你亲弟的呀 皇兄 你不去 朕可是一定要去的 不过 这一时误会太多 能死不太容易 小姐 这拿男相的身份去挡迷亡 那小姐你岂不是死不成官了 这更深路重的 您还是早点歇息吧 嗯 你 哎 四儿 这头好疼 头疼就应该找太医啊 不用不用不用 四儿给朕揉揉就好了 成困了 陛下请回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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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就住在这儿 陛下不走 我走 哎 四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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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儿 多谢陛下厚爱 臣不配 难死 你吼什么 嗯 我说得三 你要是再不走 否则 否则 怎样 我说不吓我 你吼 你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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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朕跟四尔 是命格相索 因缘难断吗 为什么他对朕总是 忽远忽近不冷不热的 一切重来 本作也说过 未必完全如你所愿 你所能做的 不过是凭你脑子里的记忆 尽量让上辈子的悲剧 不再发生 还是说你后悔了 朕绝不后悔 上一世朕没能护好他 齐王的狼子野心 后党的肆虐暴政 朕不会让这一切再发生了 主子 听说陛下已经 好几天没吃饭了 有人心 不理他 皇上 您已经一整天滴水未尽了 您多少还是得吃点吧 别说话 小祖宗 你可算来了 四尔 容相 让御膳房准备些皇上喜欢的食物 我这就去准备 四尔还是关心着他 皇上 你要认心到什么时候 直到你同意做朕的皇后 那你就饿死 四尔 太后娘娘驾到 南相大人 见了哀家为何不行跪拜之礼 母后有事 哀家是为了梨王和靖叔的婚约而来 请皇上下旨 命梨王和靖叔择日完婚 秦靖叔配不上梨王 太后还是别费心思 南四 你算个什么东西 哀家面前哪有你说话的份 母后 南四乃朝中重臣 是朕的左膀右臂 难道在您面前 都没有资格讲话 怪不得南相平日里这么放肆 这是有皇上在撑腰啊 臣还有事 先行告退 皇上正务繁忙 切记不要操劳过度 那爱情也是 母后 梨王跟前家嫡女的婚事 朕没有兴趣查试 您可自行找梨王商议 儿诚告退 你 小姐 这秦夫人和大小姐 怎么突然想起办什么桃花宴了 还特地给您下帖子请您参加 我看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管他呢 你为什么非要整这个南相府小丝的衣服 是不是太过来 在下接个是南相大人派来保护您的侍从绿竹 娘子 陛下 请陆梁府打算假借讨花宴之机 逼四小姐嫁给陆明渊呢 什么 娘子 你喊谁 娘子 这里还有别人吗 我当然是叫你呀 我娘已经和秦夫人说好了 过几日就娶你过门 走走走 先陪为夫去逛逛 请陆公子自重 秦四是我未过门的夫人 你一个小丝在这凑什么热闹 还不给我滚开 不是陆公子 你这一会儿要毁婚一会儿要后悔的 你当我是白菜啊 挑来拣去的在这 四姑娘 那毁婚之事就是一场误会 我对你那个是一往情深呢 哎呀 这人呀真是不可貌相 平日里看着不声不响的 想不到四妹正受男人欢迎的 秦夫人 四丫头 难得陆公子不嫌弃你 还不敢经语 不行 四姑娘已经答应嫁给我们男相了 归因大事 因为父母之命 就算是皇上来了 也应当问过我这个当家主母的意见 真是无聊死了 绿卓 走了 景四 你给我站住 你是不是因为攀上了男相 所以才执意要跟我毁婚 那男相不过是仗着一张皮像 承唤于皇上 才换来这右相的身份 你难道不嫌脏吗 你说谁脏呢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竟然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我们家相爷说了 今天谁要是敢欺负四姑娘 就是跟我们右相府作对 秦司 你不就是秦家的一个庶女吗 这么大的架子 要不是看在你还有几分姿色的份上 你以为我会娶你当正妻吗 我呸 你别给脸不要脸了 我呸 说谁给脸不要脸 相府出来的人 果然蛮横 跟你家那个主子 还真是一路货色呀 男相那个漂亮的脸蛋 不知道还能维持几年的姿色 一个男人靠着出卖色相 来获得专宠 居然还有脸出来嘚嘶 陛下您消消气 四小小他们确实是太能惹事了 什么叫四儿能惹事 这是世道崩坏 看我四儿太善良 想欺负他的坏人太多了 对对对对 陛下您最近刚出宫 妾不能再出宫了 而且顿不凤不在 别说了 朕绝不可能让他独自面对 感动朕的女人 看来某些人是活得不耐烦了 表哥 你终于回京了 靠着一张礼能读得圣丑 那也是我家相爷的本事 比起某些其貌不扬 扔在人堆里都找不着的家伙强多了 住口 你竟敢这么说齐王殿下 剑奴找死 别说 靠叔 来人 来人 靠叔 送给我 送给我 靠叔 四表妹 你就这么管叫你狗吕下 可是绿竹 他是南相府的人啊 我也没办法 那本王今天 就替南相立个规矩 来人 齐王 你这样公然地与南相府作对 怕是不好收场了 本王乃堂堂亲王 一个小小右相 能耐本王如何呀 把这个苟杖人士的奴才拉下去 重打五十大板 你放开我 给我重重地打 圣上驾到 儿童速速接驾 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亲自小姐不必 朕不请自来 没有打扰小姐的雅兴吧 皇上龙温 臣女惶恐 朕听说 有人嫌朕的右相不干净 皇上 皇上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皇上 母后病体成科 臣特封一指 前来侍奉 啊 探病都探到这桃花燕上来了 还真是好兴臣 臣是凑巧过来探望 救 其王孝心可嘉 朕得好好奖逼你一番才是 陛下有旨 宣其王殿下请见 臣遵旨 绿竹 走了 是 四姑娘 我问你个事啊 说 你跟我皇兄 是以前见过吗 见过呀 而且还很熟 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了 我的妈 感情是 是嫂子 臣 苍云泽 奉旨见驾 陛下 齐王 苍云泽 求见 陛下 齐王 苍云泽 求见 传戎主秀进来 是 传戎像干什么 又要迁怒吗 皇上这是做什么 看你有没有受伤啊 看你有没有受伤啊 哎 又没见性 何必动摸 容相是公骨大臣 位高权重 日历万机 皇上不该前奴于他 朕可以免去他左相一致 给你做私人护卫 皇上要当昏君吗 给你做护卫 是他的荣幸 是耻辱 皇上乃是天子 后宫家里三千才正常 不应该把时间 浪费在我一个人身上 臣告退 我一个以色诗人的男宠 在这站着 高高在上的齐王 却在跪着 不知你有何感想 呦 齐王殿下 你可要跪好了 皇上可不喜欢偷懒的人 不然就不是跪着这么简单了 让他跪满两个时辰之后再宣旨 齐王毕竟是太后亲子 这样会不会 齐王无欲 擅自进京 意图不轨 即日起 薛王为侯 伐奉三年 天亮前 逐出今晨 亲子 战戒指 沧寒玉 你不要逼人太甚 抢走皇位 害死我兄长还不够 连我儿子都不放过 什么 就负他一将 不光是他 母后 难道我们就坐一带避不着 母后还有最后一张王牌 我们绝地犯杀 陆侍郎 参污受贵 检举折雷 其子陆明渊 强强名女 证据确凿 即日起 萧娶陆家一切官职 莫收家产福底 永不许踏入帝都半步 倾此 这结果 死而可还满意 皇上是打算 我看谁不顺眼 就干掉谁吗 倒也不是不行 那我看左相不睡 我和他一左一右为相 可朝中的老臣们 都夸他君子端方 连结辅正 却说我滥用直权 横行朝野 我很不爽 我这 好 从即日起 废处容处修 左相一支 让他负责 为你府上 每日到马桶 如何 算了算了 还是留他在朝堂吧 毕竟他丢了官职 没了俸禄 就没有人 给我们家素衣 买冰糖葫芦 来一下 您心胸宽广 我这就去买 同样都是丞相 这差别 怎么就这么大呢 这个该死的陆明媛 朕应该再罚得重点 什么 男司又在 玉哥哥请宫 他一个无耻大男人 怎么这么不要脸 郡主 使不得 本郡主头好痛 快就叫玉哥哥来 四儿 你怎么了 君主有样 微臣还是不打扰了 不打扰 朕看见你就开心 怎么能是打扰了 我知道皇上 为何对我如此伤心 无非就是担心 我料挑子不干了 你放心 我和秦寺的婚约问题 还没有解决 暂时是不会离开的 男司 为了离开朕 你竟舍得扔下 这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切 你你觉得呢 辞官的折子都已经交了 辞官后你要去哪儿 我告诉你 好 你若真的要走 可以 但这些年来 你在朕的身边 一直认着机要之职 还掌管着暗阁 在你走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 交给朕一个 能够替代你的人出来 那皇上看好谁了 放心 这个人 朕已经替你找到了 难道这就是 东华说的 不会如我所愿 上旨到 圣上有旨 拨去长子苍鸣旗 世子封号 命赐子明华进宫授封 钦此 公公 这是为何呀 奴才也不知道 这是皇上的旨意 好啊你 定是你在背后 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夺走我的世子之位 上死吗你 王爷 段王府爵位 怎能由一个 数字继承 亲神不同意 说什么 我也不会同意的 你不同意 有得你不同意吗 这是皇上的旨意 有本事 跟皇上闹去 陛下 端王已经带着明华公子 在外面候着了 让端王先进来 是 臣参见陛下 陛下万岁 关于朕拨去明齐世子之位 改封明华的决定 皇叔可有什么不满 没有没有 回陛下 按照天朝律法 数字并没有继承 爵位的资格 但既然是陛下的决定 臣自改尊从 但臣实不知 陛下为何会做 如此决定啊 明齐跟明华 都是皇叔的儿子 皇叔应该知道 他们的本事 和性情如何 若您希望日后端王府 败露得早一些 朕也可以继续 让明齐做世子 但朕对他不喜 端王府在他的手中 将来不会得到 一丝的冗重 臣仅仅遵陛下之意 皇叔可以回去了 不用等明华 臣先行告退 吴皇万岁万万岁 明华 你可知 朕为何破格提拔你吗 臣不知 朕赐你世子爵位 是有条件的 朕问你 你是只想要世子之位 还是希望手握大权 成为端王府 真正的主人 臣想要实权 请陛下明示 明华 心甘情愿为陛下效劳 绝不该有半分违背 陛下 他已经跪了一日一宿了 这连祖谱都没上得 端王府数字 您说 陛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能有什么意思 表面上说放我辞官回家 这边要派个小白 来绊住我的脚 顺便监视我罢了 让你跪了一宿 可怨我 皇上让你来个 奸向宠臣身边 当奴仆侍卫 你可甘心 有怨气 不甘心 就拿起它 打败我 真正的强者 从来不需要 别人的怜悯和失识 都是靠自己打出来 拼出来 总有一天 我会强大起来 得到父亲的认可 得到你们所有人的认可 说好了 苍小七 输了就要当我徒弟 跟我学见哦 快叫师傅 记住 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一下 这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stood 不称的去年代 命运 只会上梦青身 不得温困的藏楼里 我 得到 立即变身 此以后 因此不见你注定我们残身 仍依此会模糊凭同样的伤痕 执迷在相拥 竟然抱着一生 也甘愿全温 你为什么要当黄泥 说说是为了黄泥一世周全 你喜欢 我写 又如何笑我 你似不见你注定我们擦身 等一次回眸抚平同样的伤痕 举你的相拥 关心让他举手 你甘愿承问 存衣 也能够执手数千年 我余生 贪恋就些牛肉 最余闻 不过永远无分 却爱和认诀 又无何笑我 我余生 最余生 最余生 我余生 最余生 你永远无分 最余生 我余生 你也不愿执手 我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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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恋就些牛肉 存余温 不过永远无分 却爱的人 我余生 皇上 该上朝了 你跟朕一起去 你是右下 理应上朝一整 朕坐你的马车入宫 这样才能避免被人知道 朕山羹半夜出了宫 见笑 见笑 这个时辰 你不是应该刚从皇兄的被窝里起来了 今天怎么下红雨了 在这儿看到你 离王殿下 听说近几日 你接连两次被你皇兄罚跪 你什么意思 本相打赌 今日早朝之后 你至少还要在御书房跪上一个时辰 我 薛同量 今天什么情况 凭什么奸相可以坐马车进皇宫 皇上在马车上 大祭司 最近我的脑海里 总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画面 小时候我也没有教他练过剑啊 明明都是他教的我呀 小七哥哥 你终于来看四儿了 四儿 从今日起 你就加入暗阁 去磨练磨练磨练吧 我希望两年以后 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男子 四儿 恭喜出港 这是朕交给你的第一个人物 卧底秦国旧府 搜查他的罪证 朕一安排脱道 从今往后 你就是秦府流落在外多年 刚被寻回的秦寺小姐 是 可是小七哥哥 朕一登基 今后 称朕为陛下 不知为何 从我第一次见到沧寒玉开始 我就有一种 很奇妙的 亲切感 即便满朝文武 都对他敬畏有加 人人在他面前敬若寒蝉 可是我对他 就是有一种 你知道前世今生吗 双心汇聚 命运之轮已经开始转动 别着急 你心中所有的疑惑 都会有答案的 主子您回来了 陛下方才差人来找您进宫呢 不去 好的主子 那我出去了 你去哪儿 容大人生病了 我得给他送点药去 你这是一点点 你干脆包的南向府班空德了 主子 那我去啦 哦 对了 刚刚端木大人亲自来请的 说陛下已经很久没吃饭了 又来这场 陛下 我没事不要过来打扰吗 陛下 是 南向来了 正在紫辰殿的路上了 哎陛下 上你的轮廓 我想占有你去抓住了个寂寞 风曾吹向我 踏路过 我错过 我在等一场荒 等你靠近我 幻想如你半肩地选择我 谁深知四分的爱无结果 倾倒深入越是沉默 虽然是不是又牵走了 皇上最近清减了许多 最近这是纵欲过渡 还是政务繁忙 忙到费寝忘食了 真没有 只是胃口不太好 那今天胃口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就多吃点 别让群臣看到 以为我五朝国库空虚 皇上穷得连饭都出来了 就吃不上 那四儿给朕做 尝尝吧 啊 怎么 不好吃 好吃啊 好吃怎么不厌 莫不是 嫌弃我的厨业 听说容楚秋受伤了 伤得还不轻 对 这正要跟你说次 边吃边说 你倒是说呀 朕收到线报 太后已经找到那一批 传说中的前朝武器了 数额巨大 且质地精良 如果这一批武器 被后党一脉掌控 共生大乱 容楚秋因为追踪此事 受了重伤 我来接受调查 不行 你要离这件事情远一点 此次太后不举严密 据容楚秋说 这帮人异常恐怖 非人非鬼 阴险淡扰 和野兽无疑 皇上这是在吓唬我吗 你这什么理解力啊 你不是辞关了吗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查查 我这不是还没辞完吗 我会注意安全的 这件事你再说 其实 其实朕今天 是想约你一起 去尚元节灯会的 记得小时候 你最爱买老陈家的灯炉花 尚元节的事情 还是再说吧 四儿 四儿 那我们不见不散啊 主子 都查到什么了 伤荣荣相的人 是江湖一派名曰罗生门的人 他们行踪鬼秘 身手高强 只认钱不认人 还有就是 他们出门在外 总是手持着把红伞 通过是 我都说了 我都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哇 您不是说不出来 您家还不是出来了 必死 哦不对 苍公子他们应该也快来了吧 啰嗦 苏伊 你先去和他们碰面 我随后就来 怎么了 红子 都这么晚了 他们怎么还不来 不急 这有的是耐心 李王正在梦香楼 撒钱闹事呢 你去处理 我 公子 那喝醉的李王 除了您 可是六亲不认啊 他现在毕竟掌管着 上手上的财务司 要是让太后那边的人 包到口实 哎 你主子呢 追人去了 哎呀 今天呀 我把我们梦香楼最好的姑娘 都给你叫过来了 知道我是谁吗 当朝陛下的亲弟弟 户部财政都归我管 少跟我废话 把你们老板给我叫出来 赢的话 今晚九圈 本王十倍付给你 输了的话 这楼可就归我了 小姐 那李王正在撒酒疯 要将这楼买下来 这梦香楼 可是太后姑妈的产业 各路消息都要从这里走 万万不可暴露 罗生门的人怎么还不来 灰心带来了吗 我被人跟踪了 秦四怎么会是他 你先走 去把他引过来 好 本王今晚九千十倍付给你 但你们要去输了的话 这楼个就归我了 啊 哈哈哈哈 来 抹了 敌王殿下 这把我来和你赌如何 赌注就是 你的命 你谁啊 本王凭什么 不好了不好了 四姑娘 我家小姐出事了 你快去救救她 你家小姐 秦京叔怎么会在这 是 因为李王在这 我家小姐自从被李王推婚后 一直希望李王能回心转移 我很忙没空 求求你救救她吧 我愿意给你做牛做马 你快救救她吧 在哪 哎 哎呀 我 哎呀 擻声 箱子 用車子 我 这屋里被人下了药 你就好好享受 被人伺候的感觉吧 要清吧还是要命吧 当然是要命 你们的精彩 比楼里的妓女 还不值钱 你怎么来了 不想叫他叫到你自己吗 不提也罢了 只是有点可惜 不能陪陪下 可我头发 你的眼眸是我 逃不出的银河 我暗自揣测你心意如何 是温柔情如的 难以不错的 是我一共感受的 我像这一样 喝多了个银河 从从随向我 他路过我错过 我在等一阵风等你靠近我 你是风略过我也只是路过 掀起我心动不乱让思念成河 然后就要无痕即飞走了 我在等一阵风等它吹向我 幻想如你般坚定选择我 却深知此分的爱无结果 尽到深处也是沉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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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四儿 陪朕多睡会儿吧 一会儿商场咱们分开走不就好了 不行 陛下昨天带我回来的时候 我穿的还是女装 我得回去换身衣服 那好吧 那上朝见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恭喜陛下呀 得逞所愿了 荣楚修 为什么突然感觉有点冷 为什么朕的寝宫里不给四儿备好男相的衣服 呃 这个 姑妈 怎么样 表哥可是有好消息 的确是个好消息 几位邻国君主得知我们已经拿到地图 愿意借兵给我们 不过 他们要求和哀家面谈 太好了 过些日子您大寿 就是个不错的机会 到时候 命几位老臣联名上书 让泽尔回京贺寿 不怕那个苍寒玉不云 太后娘娘 探子来报 昨夜 秦家四姑娘留宿隆起 怎么会这样 他不是应该被 和男相定了婚约 能同时搭上右相和皇帝 看来兄长这个贱人女儿 不简单了 竹子 您之前教我的剑法 我都已经练手了 我可以跟在您身边做使 想要留在暗阁做事 以后发生任何事迹 都不要露出你方才那副表情 绿珠哥 咱们主子 竟然是女的 主子 主子 您真的只想让苍明华跟着您啊 她哪有能力保护你啊 她要是有跟你一样的能力 她后来抓我 她还怎么得手 可这样毕竟有危险 您真的打算连皇上都不告诉啊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可我入虎穴 苍寒于庇负 四儿 你为什么不可乖乖听朕的话 万一出了什么事 朕可要心疼死了 我懒得跟他吵 免得被阻挠 就皇上对您这关注度 您觉得他能不发现吗 放心 我有办法 陛下 这是四姑娘亲手做的桂花糕 就当是送给您的上员礼 四姑娘可能有所不知啊 陛下从来不吃这种 陛下 告诉四儿 朕很喜欢 朕昨夜 也为你家姑娘准备了礼 这花真好看 这是向爷最爱吃的蜜饯 来一份 这个水粉好好看哦 向爷一定喜欢 这些全都绑起来了 主子 我们为何要来这里啊 站住 你们是谁 你们要干什么 秦家小姐 请跟我们走一趟 你这小狮子有点天赋 在我相府学了一段时间 你几乎还挺的 住手 你们别杀他 我跟你们走 那走吧 秦小姐 你该回哪儿回哪儿 不用管我 秦 秦小姐 怎么了 荣相 快让我去见陛下 秦小姐 被洛生门的人抓走了 什么 那你们还不快去救 保全 安慰 只听从陛下 或者南向亲口下的命令 那要是他俩现在都出事呢 什么 那我们就 等 中了咱们的米药 一时醒不过来 先扔这吧 一会主任会亲自审问 走 没想到梦香楼居然是太后的老巢 好 好 好 没有 果然是冰激库地图 毁了 之国无解禁 人心藏货端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武器留存于世 才会不断构起那些当权者心中的欲念 挑起战火与纷争 人心藏货端吗 干什么 你 站住 别跑 站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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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 终于要来 一我二人 从此扶起轻致 恩断义绝 你不是白痴 是 我愛你 师父 醒了 想起来了 我们制定的行动计划里 没有你这一处啊 不过 也是你信誉 要不是为师及时赶到 你小命可就没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是我师父 你怎么会是我师父呢 那些画面 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前世 或者 更准确来说 是你这辈子的 上一个版本 我不懂 无妨 你只需要记得 你如今的生活 被重启过一次就好 这辈子 你是权倾朝野的全臣佑像 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男嗣 你可以强大 而肆意潇洒地活着 可为什么会冲击 是你 当然不是我 是别人 别人求我施以秘法 才换来你们这一世的重生 谁 还能有谁啊 心有所恨 心有所悔之人呗 他马上就要到了 一会儿啊 你们自己聊吧 天机不可多言 南瑟 我一时要提醒你 扭转时空的代价 是非常恶贵的 这一时 你们注定厄运半生 记得 永远不要跟他成婚 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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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对不起 是朕来完了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这么傻 你为什么要以身犯险 你万有什么好歹 朕 你怎么找到我 朕在你的簪子里 加了特质的香料 通过寻全找到你 我累了 先回去了 四儿 你别跟着我 四儿 是不是朕 又做错了什么 苍寒玉 你一直在骗我 原来我们上辈子就认识 上辈子我失去了我的孩子 被举国背叛当成礼物 最后背逼自己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你都想起来了 你凭什么擅自安排重生 你凭什么擅自安排重生 明明前世你欺我如碧蕊 今生却要摆住这番深情的模样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苍寒玉 你的爱太子死了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 你不过是想满足内心的遗憾罢了 我 我 皇上 今年 江南贫乏水灾 致使粮食欠收 还请皇上开仓赈灾 以舒益困 真的似乎最能干了 呃皇上 你 皇帝哥哥 这是我亲手做的糖 你尝尝看 好不好喝 陛下 这汤里我下了多么颜药 你喝还是不喝 只要是你所在 毒药朕都喝 皇帝哥哥 你说什么 什么毒药 是你 啊 啊 啊 你还是歇会吧 他不会来了 真要到死而来 皇上遇刺了皇上遇刺了来人哪皇上遇刺了 主子 主子 你怎么这会儿有空过来 主子 您之前化身秦家四小姐和我一起逛街 是不是 是 没错 就是利用你 那 在我和黑衣人打斗的时候 那飞来的狮子 也是我打的 所以 你那天带着我 就是因为我武功比较弱 能够让您顺理成章地被带走 是 主子在和黑衣人离开之后 可有受伤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那就好 你不怨恨我 我知道我底子比较差 即使每天都在训练 也仍旧比不上苏伊姐姐 只要知道 在主子身边 我还有一点用处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要说怨恨 我更怨恨自己不够强大 不然 主子就不用一身射险了 既然不够强大 那就每天加训 两个时辰 加训 好 主子 主子 陛下出事了 肥子 一群肺 皇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统统殉葬 都给我殉葬 皇上还没死 太后娘娘就迫不及待让人殉葬 不知藏的是什么险子 你什么意思 来人啊 除了太医 把所有人都给我清出去 南四 你放肆 来人家面前什么时候轮得上你说话了 皇上 臣说得上话 那想的话 就是朕的话 皇上 不要让朕再说第二遍 你们这些禁卫军是干什么吃的 艾家是太后 还能害了皇上 反而是这奸相 若他借机对皇上不利 后果谁来承担 我若真要对皇上不利 那岂不是随了太后您的意 南四 谁给你的胆子和艾家这样讲话 偌大的武朝到底谁来当权 反正怎么也留在太后你 本相把话撂在这儿 今日他若有事 我要你全部陪葬 你干嘛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 不知所谓 把店门给我守好了 没有我的允许 一个也不许进 把秦桑要拿来 南相 这要把他的匕首 皇上会 所以呢 就让他这么插着 还是说 你现在就想看皇上宣布遗诏 闭嘴 我为你把匕首之上 什么事都不可以 简直就是胡闹 皇上危在旦夕 你们敢拦着艾家 就任由南相胡来 烦烦 来人 长公主到 大长公主 平日身居简出 今日怎么来了 长公主虽然身居简出 却贵为先帝长姐 同时还是监国公主 皇帝遇寺这么大的事 她当然要过问了 他当然要过问了 他当然要过问了 反了 反了 今日怎么来了 参见长公主殿下 参见长公主殿下 眼里皇上怎么样了 回长公主 太医正在就职 回长公主 南相将我们都赶了出来 她一个人在里面 不知道在干什么 皇帝哥哥生命垂危 他都不管不过 君主真是会告证 你 你把皇上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当然是救活了 那这鞋 智商吗 难免的 你 参见长公主 皇上怎么样了 性命已无碍 但此番受伤严重 需要静量 南相 今日之事 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置 端木峰 臣在 静卫军护驾不力 全部账两百 取医受折 太医院医术不经 俸禄简半 至于太后 陛下遇刺太后因太挂念皇上 伤心过度乃至身体抱恙 即日起闭门静养 一个月不得出奉隙宫办了 还算妥当 就按南相的意思办了 黄姐 臣 灵芝 四儿 两百是不是中了 是啊 指两百丈则 这个账臂差不多了 保护不力 死了也该 那朕其实自己也没有保护好自己 是不是也应该受罚了 皇上万体间谁敢罚您呢 其实 端木风 已经尽力了 有 五十 允许银器护体 四儿 二十 一账都不能少了 给我让开 我要进去看玉哥哥 陛下龙体欠安 暂时不方便剪客 那南四怎么可以进去 哦 他呀 他进去看了一眼 发现陛下没断气就走了 啊 啊 四儿放手 四儿 别走 这快不行了 你快不行了 这劲还挺大 这是回光返照 四儿 真如真有个什么万一 就把皇位传给你 我猜不想 那就传给李王 然后你去给我手里 你快闭嘴吧你 那你不走 趁就闭嘴 好了 行行行行 我不走了还不行吗 你怎么样 快闭嘴 快闭嘴 你去闭嘴 好疼 快闭嘴 你真的 更疼 南向这个人 你觉得如何 知识能臣 不可多得的人才 不过陛下被此人影响过深 嗯 确实有些不妥 尤其还是个男宠 四儿 没想到四儿今日如此主动 但这现在不是很方便 本宫看陛下的年岁已至 确实该让凤卫有所着落了 您的意思是 大祭司是不是很久没有出卦了 你去祭司殿一趟 就说是本宫的意思 让他沾一沾 本朝凤卫 如今花落谁家 是 方才皇上的伤口 工整得像熟人直接刺进去一般 所以皇上才毫无防备 而且这个伤口虽深 却不致命 这也太没有水准了吧 让臣好好想想 该不会是皇上 召见了什么美人侍寝 却反遭美人暗算 四儿再跟这开玩笑 哦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死 死 皇上疼吗 不不疼 皇上宁肯疼死 也不跟我说实话吗 死 对不起 是真受不了这些天你一直不理朕 再重此下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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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没想到 我还真错怪太后了 我一直以为是她陷害的你 没想到是你自己 自枪伪装成遇死 亏你想得出来 四儿 我可真傻 被人骗了一世还不够 这辈子还要听信你的鬼话 还要担心你的死活 四儿 四儿 对不起 对不起 四儿 朕一直都想清高跟你说这声对不起 这一世 朕定会护你周全 我们重新来过 好吗 你凭什么认为我还会再给你一次机会 就因为是你求来了这一世 我就有义务陪你重新来过 没有 你知道就好 四儿你说得对 上辈子你的一切悲惨 都是从那封修书开始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有问题要问你 温后卫之事 成会时稳 问你和苍寒玉之事 成会一千两 你怎么不去抢呢你 南乡万福无疆啊 问 不过说好了 你和他今生未来之事 属于天机 不在回答范畴之内 苍寒玉上辈子 为什么要休我 他自己没跟你说 就这问题 也值得你花钱来问本座 他只说 都是他的错 嗯 也算是吧 他呀 那是太蠢了呀 那个时候齐王继位 垂写你的美貌 捏扫证据 构陷你叛国 藏寒玉 曹寒玉替你揽下了所有的罪责 自己被打入天牢 任首层层呼吸 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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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有啊 他就是心太善 太过于不正 所以在危险来临之际 没有能力护住你 哎 你这是 哭了 没有啊 输你的钱 好了 买酒够本 啊 看在你今日如此伤心的份上 我再附送一条讯息给你 啊 四儿 四儿 真不是在做梦吧 你没有做梦 喝药吧 真不相信 那怎样你才信 嗯 那你亲着一下 陛下 太医 呃 太医走丢了陛下 我去找一下啊 先喝药 好 四儿 真以为你真走了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五朝这么大 我能上哪儿去啊 苦 四儿喂着喝 那现在是鬼在喂你啊 用嘴呗 啊 陛下 这有一个很急的奏折需要您 呃 呃 好像也不是那么着急 您继续 那我干脆帮你喝了得了 好呀好呀 你想那么美呢你 爱喝不喝 算了 哈哈 啊 哒 哒 啊 哒 啊 你生冰我不能吃 不是你看吃滿嘴油你這 是菜吧還是肉吧 你生的冰呢 你先嘗一嘗吧 你拿嘴背這也行 別拿我咬啊 我就吃這個 就吃你嘴裡這個 可不噁心 好一口啊疼還一 疼啊 好沒事吧 怎麼 就要吃 哎初秀 你打我一巴掌 挺疼的呀 我剛看見的事才沒筆下 你沒看錯我也看見 而且你有沒有聽到 剛剛四姑娘叫她什麼 哎 誰讓你把我的衣服都換成女裝呢 因為你穿女裝好看 朕喜歡看你穿女裝 華人怕是小女兒想瘋了吧 朕要是真的想瘋了 會把你所有的衣服都藏進來 看來你的傷是好得差不多了 疼 別給我撒嬌 我才不吃這一套 那四兒吃哪一套 朕先學 嗯 黃蛇給我跳個舞吧 那不可能 這也是要面子的好吧 嘴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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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 玉哥哥 琴寺 住在這裡的不是男寺嗎 原來 其四就是男寺 你是怎麼進來的 你為什麼要跟這個賤女人在一起 南江 你我是親人 而南四是朕的愛人 自然是她來照顧朕 你不是說過 她是替我擋箭的嗎 她為什麼會是你的愛人呢 當時這樣講只是權宜之計 南江 朕想要保護你是真的 但朕更要保護你 是死 因為她 是朕這一輩子 做所有事的理由 你在騙我 你這麼多年都沒有立候 明明是為我留著的呀 朕從沒這樣許諾過你 可是你封我為郡主了 那是因為你住在南巷府 會打擾她親近 我不相信 朕該說的都已經說了 南家 希望你今後不要再來找 私兒的麻煩 親子 不要怪朕不顧及兄妹之情 現在相信 朕跟她之間 沒什麼吧 跟我和事 那朕 剛才說的立候的事 你考慮一下 朱子 這是皇上送給您的 說是正好搭配您的女裝 我給主子戴上 不用 我現在還是男裝 以後再戴 不過這個恩 還是要謝的 嗯 你是新來的 是啊 我來吧 你去忙 好 好 我來吧 怎麼了 四兒 跪下 我來吧 對 我去腦袒 我去腦袋 肚子真是 你去腦袋 決定嗎 然後去腦袋 那張膽袋 就出來了 希望你再輭 我去腦袋 這個娘 成何地图 藏小齐我给你脸了 是不是 我不怪是早上提了一嘴 我伤好的差不多要回府 你居然给我下软筋伞 你给我跪下 是 要是朕下的 那是因为朕不想让你出宫啊 你以为你拦得住我 四 朕不过就是希望你进宫为后 留在朕的身边 你为何如此抗拒 记得 永远不要跟他成婚 陛下忘了关于皇后的真言了吗 鸾玉九州 这四个字 哪个字跟我有关系 朕不管 跟朕有关系的只能是你 朕瑶丽厚 龙者兄 你知 金秦家四女秦寺 贤良淑德 优雅端方 秉姓纯良 为天下女子之楷模 可我封闻又兰妃明日起 搬入维阳宫 皇上随意 为臣告退 南四 你敢踏出秦宫一步 一定会后悔的 皇上 不管皇上是真不想活了 还是赌我回心软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威胁对我来说都没有用 皇上想如何 为臣都奉陪 南四 你真当真什么都由着你吗 朕的命 你不在乎 那南向府上上下下的命 你也不在乎吗 你敢 只要能留住你 朕会不惜任何代价 两位 你们稍微冷静一下 好不好 陛下 你应该很清楚 不该把我留在身边 不日就是太后的寿衍 届时诸国来朝 我听说从西江国来的两位公主里 大公主的名字里有个鸾子 名幻 凤鸾月 我想 她才是陛下真正的良配 朕的良配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 容主修 愣着干什么 你知 不许去 救命 谁来管管这两个祖宗啊 儿臣 见过母后 儿啊 快起来 儿啊 咱们母子 总算是团聚了 可如今 武器库地图被毁 咱们也失去了和诸国谈判的筹码 没想到 没想到秦司 竟然是皇帝安插在秦府的棋子 是哀家大意了 而且此次苍寒月遇刺之事 实在蹊跷 儿臣怀疑这里面有大阴谋 说不定是想嫁户给我们 借其发难 这可 这可如何是好 事到如今 我们也只能静观其变了 只要大长公主再一天 她苍寒玉 就不敢对我们动手 我们来武朝都两天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让见皇上 丞相大人是不是故意 拖着不让我们进宫啊 小公主急什么 到了该见的时候 皇上自然会招见 该见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公主 这是在质疑闻笑 抱歉 小妹年纪小不懂事 说话莽撞无礼 还请左相大人恕罪 此番是我们未经宣召 擅自入境 本就是我们不对 若皇上政务繁忙 我们可以在隔壁的客栈里 再休息几天也无妨 我听说天朝有两位丞相 左相大人和一个男人宠 并称二相 不觉得丢脸吗 小妹 闭嘴 公主一再挑衅本相 真当本相奈何不了你 请左相大人恕罪 我代小妹 给承宪大人赔罪了 以后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本相 还不至于和一个小女子 斤斤斤计较 不过 敌辱南相的行为 皇上可不一定会原谅 鸾月公主 好自为之 那就不打扰左相大人了 告辞 告辞 一个蠢货 成事不足败事由于 之后进宫 你就别去了 什么坏事 是 小公主 大公主也太过分了 连宫宴都不让您去 那您还怎么见到皇上 我就是故意的 他想进宫作死 我才不要陪他死 不进宫 正合我意 走吧 这个邪将小公 有点意思 去拿南相的衣服 不用了 今天是太后的生辰 我穿女装 秦府 我不再想回去了 那 你不用高兴得太早 别忘了 秦寺这个身份是假的 你丰厚也好 丰妃也罢 都和我无关 不管有没有关 朕都高兴 朕给你备了一些衣服 去挑一下吧 还是等苏姨过来吧 好 四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朱子 现在陛下已经这么不要脸了吗 居然给您用软金伞 怪不得奴婢在府里 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您回来 反倒是隔壁秦府 来了圣旨 说 陛下已经 宣您为妃了 现在这人不要脸的程度 都到了探围观止的境界了 不过也好 主子您这么角色的一张脸 一直扮作男二身 那岂不是可惜了 那您真的打算接了这鸾妃之位 今晚和陛下一起出席晚宴啊 不然呢 她疯都疯了 想必我现在是树敌万千 不管了 反正我不去找麻烦 麻烦也会主动找上我 就不如玉神杀神 来个痛快吧 主子 霸气 来个痛快吧 不是 是呀 是 是假如 鸾飞娘娘驾到 鸾月妹妹 就是她 明明你才是天命鸾子 正合了大祭司鸾月九株的预言 看我怎么好好会会 是秦司那个小泥子 儿臣与鸾飞 祝母后福气延年 万寿无疆 既然皇上尊称哀家一生母后 那母后便多说几句 你怀里的这位 不过是个秦家庶女 哪有资格为妃 皇上就算是再喜欢 也顶多给个贵人当的 至于封妃一事 哀家不同意 请皇上慎重考虑 秦家长女才貌端庄又是嫡女 比她可要合适多了 陛下 臣女不才 愿尽心侍奉陛下 你们是在教朕做事 母后不是这个意思 陛下 您误解太后的好意了 臣妇作证 这个秦司在我秦府的确是粗鄙不堪 难登大雅之堂 秦司 没规矩的东西 你耳朵聋了吗 还不赶紧滚下来 皇上 我怎么觉得这些人 对我不是很满意呢 四儿不开心了 不 四儿开心 四儿就是喜欢 他们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姐姐 你不是和我讲 五朝乃礼仪大方 可这鸾飞娘娘目无尊长 说话行事 可不像是正经归秀啊 说的没错 五朝自古难尊与卑 妃子纵是如何得宠 也该谨守君妾之礼 不得与夫君同席列座 这位鸾飞娘娘嘛 的确是大逆不倒 犹如高潮 乌鸦姐姐 还是你懂我 见而鸣然自得 说的大概就是这种美女 秦家底女秦静书 姿容婉静 林配着世上最好的男子 皇上觉得呢 四儿说的不 那就让他嫁给 外放的陆明渊公子 也算是皇上的恩德了 秦四 四儿觉得合适 自然是合适 陛下 哀家已经将静书赐予黎王 怎么可以 黎王顽略 与秦小姐并不相看 陆明渊雅正官方 与秦小姐 乃天作之行 秦四 没想到 你竟如此恶毒 他可是你的秦姐姐 秦夫人身为黄金国戚 军前师姨 领拨去一顶告明头衔 朕同意 陛下 哀家寿宴 岂容这个贱人 在这蛊惑圣上 母后 明年事已高 还是不要操心凯都 陛下 这位鸾飞娘娘 如此肆意妄为 您不觉得一笑大方吗 这位乌雅公主 对我五国之事 十分热心 朕听说 换衣局正确忍受 不如将她送过去帮忙吧 四儿觉得如何 皇上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聪明了 跟着四儿 乌人 本宫乃是堂堂 来越国公主 你们既要拉我去做苦力 本宫可不是你这种贱人 可以羞辱的 皇上 来人 将乌雅公主送去换衣局 若她敢反抗 朕会即刻拍 操补三月 还有谁想说什么吗 这位置 这位置 很少这个 相当做得到 其实这位置 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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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做得很好 这位置 这位置 陛下 你对蓝月公主的惩罚 会不会太过了些 死而是装傻 还是真猜不出来 军心难测 我哪里猜得出来 只是觉得 皇上会不会太狠心了 把如花似玉的和亲公主 贬为奴隶 还扬言要踏平她的家乡 没有将她们千刀万刮 都算是便宜她们了 十几年前 如果朕没有带你来吴朝 那现在蓝月就是你的故效 是啊 可是 你不是把我拐过来了吗 死而又去笑我 即便这一时 你的命运轨迹已被朕所改变 但死而 蓝月就是蓝月 是那个上一世举国背叛你 逼死你的国家 这上一世 这一世 都不会对她们手软 藏小鸡 您过来 哎 苍海月 谢谢你爱我 但 我不会当你的妃子 和你重回 你这个骗子 你只是个贱人 当年给我提鞋都不配 为什么现在 所有人的目光全围在你身上 就连我的玉哥哥 你都要抢走 你 你怎么出来了 皇上呢 皇上还在睡着 这段时间 他都没有好好休息 不要让人打扰他 哎 男大人 您这是去哪儿啊 今天 可是您的风飞大典啊 有事 去去就回 哎 哎 主子 我们府被高手包围了 我查了 是南家郡主的人 不就是想阻止我参加风飞大典吗 我成全她 即时已到 恭请 鸾飞娘娘敬见 鸾飞娘娘接旨 奉天成韵 皇帝赵曰 情家四小姐情似 静容宛柔 励志清零 风华幽静 殊胜姓诚 柔家为泽 身位振兴 着急册封为鸾飞 请此 谢皇上 看起头来 不要让朕再说第二遍 这这这怎么是南家郡主啊 怎么是南家 不知道 四儿呢 皇上刚才 已经册封我为鸾飞娘娘了 朕封的是秦府四小姐秦司 可是戒指的人是我 男人 请南家郡主送回去 是 把他身上这身衣服 跟朕扒下来烧了 玉哥哥 你为什么不能看看我 我才是那个 真正爱你的人啊 你为什么如此天使天使 算了吧 臣告退 这个 风飞大典上 放皇上格子 之真是前无古人啊 有点过分 是啊 您都昭告三思 列寝六省了 这人不来 真是有些不给面子啊 不过陛下 这南下嘛 您也知道 性子轻了 不喜欢什么热闹场子 要么您就 体谅体谅 消消气 小惩大剑得了 小惩大剑 你们两个蠢后在说什么 朕拉你们干嘛来了 现在是四儿在生朕的气 他闹着要走啊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不嫁不嫁 你非要办 我的话 你全当耳边疯了吗 可四儿 朕真的很想和你成婚啊 不可能 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能 明明明你也爱着朕 为什么就是不肯嫁给朕呢 我 记住 永远不要跟他撑气 曾爱玉 我不爱你 不就是跟你有了肌肤之心吗 怎么 你还认真了 朕不信 朕不信你会这般无情 四儿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才有了今天 为什么还要互相折磨啊 我们当初的约定还算数 我教会了苍明华 他已经接手得七七八八了 我还是会辞官回家的 我 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 无论如何 朕都不会放弃你的 朕就是想问你们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四儿不走 陛下 要不 咱们再来扎一心窝子 扎你一心窝子 对了陛下 咱们 可以像上次的软件伞一样 弄点毒药 给男姑娘吃 就是 吃了会失忆的那种 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都什么主意 男相他那么精的人 能中第二次毒吗 要我说 男相他不是说 要等工作交接完以后才做吗 咱们就给他工作 堆得多多的 可朕已经指使不动他了 已经这么卑微了吗 嗯 真是世风日下呀 哎 那我就找一个能指使他的人 容主兄 你马上去一趟掌公主府 给这儿送个东西过去 Я буду 这儿送我的 вам я affairs 윤 väl 让你 该怎么出兵了 大家 median 回去告诉笔下 信中所言之事若是真的 老公 别好好谢他 是 臣告退 快去 请南向进宫一叙 是 臣 见过长公主 免礼 赐座 看茶 谢长公主 今天请南向过来是有事相求 本宫有一个失踪了十八年的女儿 据本宫所知 因藏于暗戈 南向大人掌管暗戈多年 还请南向大人 务必帮本宫找到女儿 长公主的女儿 怎么会在暗戈 此事说来话长 当初 本宫为帮助先帝 登基立下汉麻功劳 可鸟进宫苍 历来都是帝王的行事作风 机遗例外 本宫的女儿出生后 他这个舅舅 也算是疼爱有加 可还是借着册封郡主为由 将他带走 从此一去不复返 先帝行事阵密 本宫又透数机器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只有这一些线索 本宫的女儿 藏于暗户无疑 我不是以长公主的身份 我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 请求南向 务必帮我找出女儿 可以吗 若真如长公主所言 郡主在暗戈 那我必定全力侦查 帮公主找到女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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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陛下找陈来不是有药事相伤吗 敢问是什么药紧事 非药约在这 糟然 不算药件事吗 陛下你今日吃醋药了吗 朕是认真的 既然你要走 那就给朕留个宝宝 陛下你还是不要白日做梦 那你就走不了了 你拦不住 至少你现在 还是很没错 你干什么 嗯 是温柔轻柔的 是难以捕捉的 我手握一旁感受你的轮廓 我想着有你去抓住了个寂寞 光风吹向我 它路过我错过 我在等一场风当你靠近我 你是风越过我也只是路过 掀起我心动过暗绕思念成河 然后就了无痕迹飞走了 我在等一阵风当它飞向我 幻想如你般见你选择我 却甚至此凡凡 爱无结果 心到深处越是沉默 啊 啊 皇上还打算盯着臣看多久啊 四儿好看 朕看不够 所以皇上早就知道 素衣是长公主的女儿 对 因为长公主是监国公主 从不和任何一方势力沾亲带过 而容楚修 是朕的人 他跟素衣两小无猜 小好依旧 所以 朕便没有告诉他 懂了 皇上不告诉长公主 是担心 素衣一旦被封为郡主 长公主 必然会棒打鸳鸯 死而动朕 想不到皇上还是一个 仁慈济世 体恤手下的大好人 四儿 是真不好 朕一直想着 此事借过不表就好 并非有意瞒你 现在 你既已知情 那怎么会复长公主 就由你自己来决定吧 就知道坏人我来做 你 朕也喜欢做坏人 沧寒玉 你害不害臊 去 禀报长公主 就说本相已经查到了 她的女儿早年入暗阁 不幸夭折 已经香消玉允 诺 苏伊 啊 朱萨 你是不是很喜欢荣相 荣大人 我当然喜欢 以前我在暗阁的时候 底子很差 要不是她 我早就被暗阁 淘汰赶出来了 嗯 还有 我从小杂杂的唐葫芦 都是她给我买的呢 哎 几川唐葫芦就把你给收卖了 可惜人家是荣相 书香门底的 你一个小丫鬟 门不当户不对 就算以后人家要娶 也未必娶你 嗯 嗯 那也没关系啊 感情的事儿嘛 珍惜当下 只争召惜 苏伊觉得 只要能像现在这样 能 每天 看到她 能 天天和她在一起 就已经很好了 嘿 对了主子 您最近可磕睡得厉害 这样下去可不行 会闷坏的 你 是不是和陛下 又吵架了 哎 要不我们去 及时散散心吧 啊 没有 她最近 就是有点太不当人了 没事 走吧 走 哎 主子 主子 还真有喜了 哎呀 你可真行 告诉你们不能结婚 你就直接跟她怀上了 你说过 这一世 我如若和她成婚 便会遭受天谴 那如果我们有了孩子 这个孩子会怎么样 我算不出 但重生一世 乃是逆天而行 所以你们这辈子 越是想得不可得 越是所求 不可求 若要强求 则会命运崩坏 厄运沦陷 你懂吗 所以 这辈子 我再不能跟她成婚 这个孩子啊 真是来错了 赖色 这是新来的玉厨做的 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怎么了 四儿 是不是菜不合胃口 四儿 四儿 你到底怎么了 真要太医过来给你看看吗 你放开我 我好得很 以后不要再找我事情了 主子 这么多天了 您再怎么这期不理皇上 您横竖也吃点 要不您肚子里的宝宝 不吃 拿走 宝宝 娘到底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对了 主子 这个是南家郡主送来的情节 说 邀您到宫中饮宴 不去 可 那南家郡主还说 您要是不去 她就亲自来请 走 我正有气没地儿撒呢 你们告诉朕 四儿为何最近心情这么差 为何对朕这么不待见 可能是陛下太没解致 就逮着一个人 可静好晚 来人 南下最近 有遇到什么事情 禀告陛下 无声不寻常 日常上下潮 查事办案 得罪京中购露权贵 要说真有什么事 就前段阵子 南下经常去见大祭司 大祭司 传 这就去 郡主不是邀请下官来饮宴吗 就这样 未免也太寒酸了些吧 不管你是秦嗣还是男嗣 本郡主最后问你一遍 能不能离开京城 离开玉格格 滚得远远的 不好意思 下官从来不受人威胁 告辞 站住 来人啊 救命 救命 我答应过南下 不告诉任何人 他怀孕的消息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告诉这 因为你是皇帝啊 你的命令 无人敢违抗 这么大的事 他为什么要瞒着这 陛下 陛下 南下 出事了 来人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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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公主 南下 非礼我 你要给我做主啊 本郡主 好意要南下 小军 没想到 他见色起义 便起了恶念 坐下暴行 长公主 你一定要为南下 做主啊 南下 你怎么说 很简单 他污蔑我 南下郡主的衣服 难不成是他自己撕烂的 郡主尚未出阁 怎会拿自己的名节开玩笑 你若说是污蔑 可有证据 好意照一石二鸟之际 南下 看来我想看你了 你若承认自己是女人 就是犯了欺君之罪 若是不承认 就是犯了奸鱼 什么 你说南下是个女人 这怎么可能 南下愿以性命担保 此事千真万确 你无凭无据的 让本宫如何信你 长公主请放心 南下一定会证明给你看 不管哪一条 你都得死 本相没有做错事 让我证明什么 南家郡主 竟然说自己被侵犯了 那不如索性 把她衣服都扒光 看看她到底 有没有被欺辱 南四 你未免也太狂了些 来人呢 将她给我拿下 你们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给我抓住她 放下家囊 四人 他们要用伤着你 丑 那我们先离开这 陛下 您不能再偏袒她了 身为南相 今日欲轻薄侮辱南家郡主 欲为非作歹 轻薄侮辱 太医 陛下 南相身体倒是乌鱼 但 但南相 这是喜脉呀 喜脉 南相是男人 怎么可能会有喜脉 男相 男相是女子 自然能有喜脉 她不仅是女子 更是朕的鸾妃 朕倒是想问问郡主 男相作为女儿身 如何轻薄于你 玉哥哥 如果秦寺和南寺是同意人的话 那他就是欺君啊 此事朕早已知晓 何来欺君 就算您早知道 但是我们五朝 历代不许女子入朝为官 这是始皇殿下的规矩 就算您同意 长公主也是不会同意的 不错 本宫奉先帝遗诏监国 绝不允许皇上 做出有违祖训之事 南四为妃 则是后宫干政 为臣 则是宠臣勿国 玉哥哥 三思啊 南四朕自会处置 但构陷他的人 朕也不会放过 南家 朕早就提醒了你 是你一意孤行 势必要付出代价 皇上 听闻南相近日 在南家郡主府中 遇行不轨之事 不知此事 是否属实啊 无稽之谈 南相本为女子 如何轻薄女子 皇上 如果南相当为女儿之身 女满南庄欺君多年 不知南相 如何 向满朝文武交代 如何 向天下百姓交代 即日起 免去南四又相一职 皇上 欺君可是大罪 仅仅免出官职 是不是太轻率了些 轻率 朕告诉我们 南四就是秦四 是朕的鸾飞娘娘 鸾飞娘娘如今怀有身孕 朕倒是想问问起 你想到如何处置南四 是打五十大板的 还是将她肚子里的黄丝 一并处置 陛下息怒 鸾飞娘娘如今怀有身孕 脾气不太好 她的脾气不好 朕的脾气也就不好 如若各位还想说些什么 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脖子上的脑袋 够不够结实 至于南家郡主构陷鸾飞娘娘 导致皇嗣有损 心肠歹毒 你不配为皇室中人 这个郡主也就不用再等了 各位有意见吗 既然如此 都散了吧 帝王令 南家郡主极日起 拨除身份 摘除牌头 降为奴己 并作为随行秀女 一并送往蓝月国 远嫁和亲 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南家姑娘 南四 沧寒雨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们偿还今日之辱 下跪求饶 陛下这次还真是好重的刑罚 估计这以后 朝里再为人敢吱声了 他对外 那都是雷霆之怒 对咱这小祖宗 表面上是免去官职 实际上不就让他安心回去养胎吗 南四 你就一定要打掉他吧 不然呢 东华说了我重生 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不能相爱 不能成婚 不能见风观辖配 他说我们就不该在一起 否则会遭天前反噬 沧寒雨 我们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地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出现在这世上 你懂吗 你懂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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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伯 都是朕的错 朕的确没有资格怪你 你自己决定吧 不可相爱但可相守 朕从不惜命 四二 没有谁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上辈子 我们就没有见到宝宝 你真的忍心吗 四 相信朕 朕保证 绝不会再有人 可以伤害你和宝宝了 快起来 南家郡主 你受委屈了 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 保证不会亏待你的 我能帮助你们什么 很简单 那做本王的姓氏 联合兰月 逼宫 弑君 兰月不过是弹丸小国 就算你们因为 乌雅公主一事 既恨沧寒玉 她也根本无力 与五朝看抗 不用担心 本王自有办法 恭喜新官上任啊 苍大人 苏伊姐姐 你就不要取笑我了 那暗阁总管的身份 可还适应 主子 你慢点走 小心保护 你不要过来 快起来吧 不必了 以后你就是暗阁新任总管了 恭喜 还要多谢主子 跟圣上的栽培之恩 这都是你自己努力换来的 还有一个人要见你 父亲 好小子 终于有出息了 好了好了 不要送了 明日朝堂上还能再见的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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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哈哈 期望地下 有何贵感 苍大人 本王想与你合作 之后共享天下 你待如何呀 没兴趣 如果我说 我知道杀害你父亲的凶手 是谁 你说什么 这把匕首 和那把杀死你父亲的匕首 本是一对 是小时候苍寒玉 为了保护我和南四 亲手量身定做用来防身的 这种材质的匕首 世界上尤且只有两把 看来他是真把你逼到绝路 让你为暗阁卖一辈子的 怎么样 现在有兴趣加入了吗 暗阁大总管 好 我加入 动了动了 宝宝又动了 白痴 华人当然会动啊 四儿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都好啊 只要不要像他爹 这么不要脸就行 对了 容主修和苏一他们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些人 安娜不住了 你先好好休息 你先救回湛 好 等你回来 什么 你说我女儿还活着 是 可是南四说 她早已过世 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控制了您的女儿 就等于控制了您 她和苍寒玉 岂不是就能彻底地 掌控五国国本 和天下了吗 岂有此理 亏皇兄那么信任他 还说 他会成为一个好皇帝 是 如今他被妖妃男子所获 再也不是从前那个 显明君主了 秦国就一家忠心未过 如今却因为一个女人 落得家破人亡 此事本宫 也略有二位 十二次次前来 是希望大长公主结兵 祝我共同讨伐暴君 以安天下 武残天堡 地围藏宫 地心 鸾心 文曲宝江三 大卫 不好 天前将至 四人 你和宝宝先走 不行 你想像上辈子一样 赶我走吗 休想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总之这辈子 生一起 死一起 生一起 死一起 活着治罪就行了 毕竟是先帝的血脉 太后娘娘 说好了 这五朝您拿下后 要给兰月割地两朝 放心 你们什么意思 不是逼宫 而是分裂国土 你们实在骗本宫护福 原来你们 才是叛国贼 是啊 可惜长公主 明白得太晚了 我的女儿在哪 死了 你的女儿 就是南寺身边的素衣 她半夜前出京 想去搬救兵 就被我们截杀在半斗上了 现在 也是时候 宋年下去和她团聚 别动 他没划 素衣 你们 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 从你们找到她 开始离间她和南向的关系开始 主子出师前 我告诉她的最后一刻 就是同伴间的信任 素衣 你 你为什么救我 你为什么救我 因为 你是我的孩子 我 对不起 十九年前是我没用 让行李将你带走 让你进入了安哥那样的地方 我 是你的孩子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挺好的 主子 也就是鸾飞娘娘 他们都对我很好 那叫好 那叫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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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我 在此之前 和你相认 我已经心满意出了 你 你能叫我什么样吗 算了 我没有叫你服装长的 想了也是没有资格的 娘 娘 我 孩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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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微臣救驾來遲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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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 四 耶 柵 阿姨 去死啊 小匝啊 雪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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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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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